大家好 又是我施健將給賽馬Tips的時間 上次我休息了一天 今次復出講回星期三的法律局賽事 接下來跑九場 記住都是提早開場 1845開場 為何要提回1845呢? 因為我首先給第一場五班2200的賽事 其實有一隻馬上次跑得不錯 輸了一點 我覺得這次雖然綁比較重 但也有機會在前列回來 立即看上一次跑得如何 跟大家介紹上次五班2200的賽事 就是喜迎雲 灰灰色3 淺藍色2號貼藍那一隻 大約第四位就是喜迎雲 同常大家可以留意一下11號那隻徑進飛鷹 10號那隻維線聚落 都會和他一起在星期五的賽事 一起跑 當然還有黃色3那隻賞心星 都會一起跑 賞心星就是3號 好了 現在跑了大約500米的路程 放頭就是1號那隻樂瑩瑩 這場真的醒神 由頭放到落尾 都是沒酒雞 沒癡 雖然是重磅 但他也是能夠自己控制到的步速 自己跑自己就搞定 喜迎雲不錯的 一直都是跟著在第三位那裡 就是去咬著前面那隻毛記 還有那隻樂瑩瑩 都是一個不錯的位置 其實這場馬梁家俊 我覺得他騎下何良這隻 喜迎雲都是一個挺好的發揮 一直都是守在一個好的位置 那隻馬全部跑得對 不過遇到上次那隻樂瑩瑩 就真的比較好一點 現在看到7號第四那隻 就是拖板精英 3號那隻賞心星大約在第七位 然後還有11號黑地色3號 那隻勁信飛鷹 現在是尾五的位置 都是拿了籃 希望節省一點腳情 一會兒衝的時候就衝得好一點了 一直看到喜迎雲都是當著樂瑩瑩 在第三位都是守了一個不錯的位置 那毛記一直跟著他放都是不錯的 走了這幾段都是跟得到的 不過在開始轉入直路的時候 毛記就沒什麼 放上來前面那隻樂瑩瑩 一直都是保持自己的走勢 然後喜迎雲就跟著他後面 轉入直路的時候 喜迎雲都是一個不錯的走勢 但是一路推上來這一段 就有一點都可以威脅到樂瑩瑩 但是沒辦法 最後這一百的時候 樂瑩瑩還是越放越有 喜迎雲一路打下去的時候 跟他斷兵相接都沒辦法過 終於輸了一個short head 跑過第二 11號競準飛鷹後上就跑過第三 看到其實這次梁家鑽的發揮都是不錯的 都跑到盡了 但是始終最後那一步就差一點 這次梁家鑽的喜迎雲都是揹個重磅 比上次加了一磅 都不是很大影響 始終他是一個好表現 上次有這樣的走勢 這次大家都可以繼續追回 另外要看完之後 介紹給大家就是敬進飛鷹 敬進飛鷹其實都很輕磅了 113磅 有個陸檔 是蔡明少騎 之前他就有個好表現 上次跑得不太好 這次希望值得輕磅 應該都有一些賠率 就可以倒亂一下 這隻馬 另一隻馬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神州福星 這次配莫雷拉 上次莫雷拉騎 在沙田千八都能入到位 有個第三名 這次來到快活谷 應該對手比較弱 看看可不可以攀到2200 就幫他拿到一隻腳 甚至乎他都有機會威脅前列 最後一隻介紹給大家 就是無極戰士 無極戰士 這隻馬長力其實應該都要去看看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這隻馬側身 而且近這幾次他跑了1800 都可以的 他都上個名 這次來到2200 跑長一點 對於他來說 拉長一點來衝 看看長力夠不夠 但是 始終這隻馬側身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來到貴尾的時候 很多馬其實你跑來跑去 都沒有什麼表現的時候 反而搏一下這些側身馬 就有著數 所以這場 我就介紹給大家 就是1號的喜營運造打 勁進飛鷹、陳舟複星和無極戰士 如果你是買三同彩、四同彩 就是複色鞋 就不要省著鑽馬了 OK 介紹完第一場賽事 我還有一場賽事去介紹給大家 記住有兩位好拍檔 Mapel和馬鵬 他們最近都很旺 又中過三同彩 大家記住 連影片也OK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